邱慧卿議員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議會代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很高興邀請了 應該是全香港政黨最年輕的主席 看他告訴我 黃沐銘想來和大家聊天 多謝你 現在沐銘握手 是不是最年輕 是不是三十二歲 我今年三十二歲 我現在三十一歲 我未到 但一點更年輕 是全香港 我相信不是 縱使我不知他是否正當 縱使是不是正當 他參選的 有些人現在不用名字來參選 我搞得這麼複雜 我們自己談自己 除了他們 你是否最年輕 你可以這樣說 多謝阿明 其實我都認識阿明不是那麼多年 我那次比較深一點的印象 就是阿明就來我們民主黨 我們那次是好幾年前 烏克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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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營 在14年 雨傘運動之前 是的 我們民主黨就要學公民抗明 不是學的 不過大家訓練一下也好一點 一打我們那次怎麼辦 阿明那次還找一位在台灣的旅遊 解石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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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我們幾十個黨友就來那裏 我們認識了阿明 我們覺得阿明在民主黨內說 我們大家很欣賞阿明 雖然他是很激 不過現在不是最激 肯定不是 但是他一直… 說那時候就講公民抗明 搞這搞路口 總之搬了幾個禮拜去樓場 又教我們找信泡車來的 我們 我們那時候的東西跟現在這些東西 我們是不是真的浪費力了 阿明你覺得 當年學了那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公民社會去發展 我覺得它有它的階段 那我不可以拆 譬如阿卿姐你今天成長都這樣 我不可以說你讀過小學 讀過中學是快的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有那個公民去… 抗生者有成長的歷程 那經歷了雨傘運動 其實就是因為正正經歷了雨傘運動之後 大家才會在新的一個反送中運動 其實你看看很快的 雨傘運動 那你那79天去倒露等等 最主要來說就是確立了 我們原來香港人是可以直接出來行動抗爭 霸馬路的 那你快送中的時候呢 很快就出現一件事了 根本上是不消 就是你6月9日有8萬人遊行 林鄭又不聽說 向到6月12日 當日其實我想我自己是那時候我坐牢了 但是我自己都… 對於那個逃犯條例 都已經是覺得 都…可能都來不及殺到你了 就是過硬了 基本上這樣 因為他們見到他們… 就是根本就是大石窄四海 遇見罪 就好像現在這樣 這個國安發言 那…其實已經很快就位 尤其是我們這些年輕人 那結果 真是… 我們全部都來出意外 真是可以讓我們 很難得到這個… 真是同化條例 但是也都很幸運 現在呢 也有一個… 就是更加惡的一個 叫國安惡法 遲些在… 就是… 就是… 就是在星期四 過這個人大 人大會議 那我覺得 公民抗命 什麼時候都不是過時 是我們看我們怎麼看 就是當然我明白 今天有很多的年輕的朋友 他們覺得 他們所謂的勇武那種方式 其實是… 對他們來說 是給他們一個表達的方式 OK 我尊重他們 雖然我自己提倡 或者我走的那條路 不是那條路 到今天為止 我仍然覺得 香港人大部分的香港人 因為這個抗爭最重要 是有更多的香港人參與 而什麼令到更多的香港人參與呢 不是我們去… 老實說 如果你說扔熱燒彈 令到更多的人參與的話 那不是你這樣扔嗎 不是我都扔 我意思是說 這樣可能是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但是我相信 現在在香港的 context裡面 就是香港的情況裡面 我相信是一個和平的抗命行動呢 是會令到更多的香港人去參與 其實老實說正如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知不覺已經參與了 我們說公民抗命 其實就是什麼呢 我們是擺明去違法抗命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OK 這個是公民抗命的基礎 其實你看看過去5月24日 一星期日 我都知道沒有那個法治通知書 那為什麼他們要出來呢 因為他們覺得你不可以再給那個 所謂壞的制度和公安的案法去捆綁我們 那他們都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人是用他們所謂的勇武的方式 或者叫暴力的方式來抗爭 那個我不說了 但是也有不少的一部分人 他們是自己走出來 是很公然違抗這個限聚令 或者是他不批回他的通知書 他做了一件事 那所以你說是不是outdated 是不是過時 那他告我非法集結 本來原審就判了我 是120小時寫的報令 我已經做完了 那他就不服輸 他就覆核我的刑期 那結果呢 其實我跟黃之鋒他們一樣 那兩件案子都放在一起去的 那我就判由120小時寫的報告令 變成了13個月的監禁 最後上訴成功 去中心法件上訴成功 就變回一個 你坐多少就介你多少 這個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就是在雨傘民動發生的 一個刑事妙視法庭的案件 那時候 那時候陳武輝和黃之鋒都跟我一起 他們都有發言 那因為他們公民抗命他們認罪 所以他們就判了三個料理監禁 那我呢 四個官員 那因為我已經不認罪 我最多了 那最後一次呢 就是和戴耀廷 所謂佔中九子案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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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佔中九子案 還在上訴 那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那其實 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可能都要下年了 那現在就只有大耀廷 就是美國原來的 曾經問 那其他全部都暗漏 已經覆盡了 不過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可能新的 就是 現在的十五個 就是所謂現在十五個 其實我們都是公民抗命 那也是 我們就是 又是违抗他555 其實你覺得香港的所謂司法領域上 其實今天已經可以被人看得到 我在那次的提堂的時候 他問我 你明白這是奧共俊 我說我明白 這是政治健康 其實我的意思是想告訴整個香港 其實我知道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是一個選擇性的執法 今天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選擇性 總之他不喜歡你了 他就拿這個罪名來告你 總之你一直看他的網上才行 那時候有些是8月有些是10月 你想搞了這麼多年 有8月有10月 然後選別人來告 還有那天有很多人參與 不是只有我們15個 他又說你拉著環節去逛逛 但問題是他個案的罪名 叫參與你已經聽得到 如果參與 那很多人都參與 為什麼只有15個呢 我也是欠了 快點告別人 告別人 那些人都已經文明了 什麼叫想 其實我被人抓很多次 我第一次被人抓 你幾歲 我96年被人抓 8歲 不是啦 所以我抓的時候 你們還在這裏 又未必在騙影片 不過我害怕就沒怕過 不過這個問題就是 現在很多人在看你 那你又說有武 你又沒有他們 你又有武 但是現在我們怎麼走下去 你又想多些和平的人出來 我也想 但是現在政府就好像經常都不給我們和平的 那些 本來六四 集會都不給 六四是最和平的 連年都最和平的 但是燒了很多 那些羊竹而已 七十分鐘都不知道行不行 那如果不給的時候 你們都有民陣 你們這些黨友都是民陣的召集人 民陣一定不可以 我相信 不會叫他參加一個非法的集會 嗯 那我們怎麼處理這個步 又不整個國安法的理論 像你所說的 民陣他就不會去 就是我希望我沒見過 我理解民陣 一向他都會搞一些合法的遊行 就是拿到不法制統治署 如果沒有拿到不法制統治署 他們就取消遊行的承受 所以如果是沒有不反對 通知書的那些遊行集會 那其實就是其他組織 例如524昨天那樣 就是網上 隨便找一個組織號召 然後去搞這樣 那其實就 我覺得當年的情況 在現在是不樂觀的 真的 因為現在連我們最基本的 那個發聲的平台都沒有 譬如很簡單 如果以前 我們沒有一個疫情在那裡的時候 警察是很難用一個叫做限聚令 或者叫做疫情的東西 去阻止你遊行的 那一旦他拿到這個位 那你跟他爭論你很快 那又或者 他當然也有另一個理由 他就說 因為你們這樣磨平出來 之後呢 之後就會引發了很多的暴力 那每次都是的 然後上海原就有幾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說法 都是不痛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永遠有一些小部分的人 跟暴力的話 那和平遊行就不想去的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和平的人 如何表達呢 那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說法 是不痛的 但是他現在呢 拿疫情來做一個黨戰牌呢 那可能對於某一些的公眾人士 但是我覺得 老實說 我覺得香港人都不會理他 譬如昨天這樣 很容易出來了 他不理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要有個團體去召集 一個合法 警察 批准了他們 那不會 那很大問題 那就是因為那個不可能 那這樣就要靠一些網信召集 那會不會有30萬人 或者是劉華誠 或者是劉華誠 或者是好像現在我們那15個 其實我們就是 那幾個就出來了 一件right 我們就說我們公民說明 我們站出來了 我們叫大家一起遊行 然後他現在就告我們 譬如說陳浩媛 李卓人 何俊仁 何秀蘭 那些說他煽惑的人 參加給你 那些集結 那當然 這個做這樣的組織者 他們是有一個認證 會上身的 會上身的 而你想想 律政司 阿卿姐說 我不知道你知道 因為這個未經典的集結 我九年前 我都曾經被告過 那時候我是罰款一千元 那時候罰一千元 現在不是這個歌仔唱的 現在是最後怎樣 我都拍了一條 我都稀奇 警員說要把我們拿上去區域法院 即是拿高一級的 即是比起這個裁判法院 再高一層的區域法院去受 那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是 你一定要坐牢 他很想你坐牢 你不坐牢他都不委屈 總之他就要你李柱銘 他管得你八十幾歲 他管得你黎智英七十幾歲 他管得你不可以 什麼什麼 總之他就要你坐牢 所以 每一個有這樣 站出來的組織者 其實他真的要預定 他是有一個坐牢 我認明 你對我 那所以你有興趣 發展到你 真的嗎 他有什麼緊要 我怎麼在這裡這麼多 現在我們想找一些人 他真的 我們是黃平 我們都想要借他來控罩 不過你就算找那些人 去黃平出來控罩 始終那個集會 都是得不到批准的 市民會明白的 這個可以再談 他要預坐牢 我問你 不是 去控罩那些就預了 是耶 以後他出來的都會 也好像你剛才 Buy 你參選他們也要拉過來的 這些事實 你要給群人知道 要… 要要要 要要 你知道保照有坐 Manhattan坐完 不知道要花幾年 可能坐10年 可能用國安法那裡 你參加 早點坐4年 你看到多少人可以出來 不過想問你 你又上過這麼多事情 你對我們的法官、法院的獨立性 你有沒有信心? 你問一下給他們 因為有些人在那裡毀臉 犯自已死,法官都沒有了 你是怎樣看? 其實我覺得 我明白為什麼有很多香港人 其實不只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人 甚至去到大要庭 他都會說一個 法治是怎樣 喪屍 總之他有類似的說法 他會說法治已死 其實我覺得 我的看法就是 一個真正的法治在香港沒有存在過 不存在與不與死的問題 即從來未存在過 難道殖民地的時候 就很有法治嗎? 可能大家不知道 如果看回那個歷史 從七幾年的時候 開始有些其他各樣的 譬如說補調運動 或者譬如聽戶 那些被人打到媽媽都不認就可以了 給殖民地的警察 那時候難道我問有發展嗎? 好了 今天 我自己覺得 其實那些官是報仇的 這個就是真正的 法律界都是報仇的 我就不能夠一口咬定 說我們今天 在司法院裡面的那些官 已經受到共產黨控制 然後又說我們的官 已經效忠這個共產黨 我沒有一個證據 我不能夠這樣指控 但是我很肯定 我們是尤其在上訴庭 在上訴庭是最多的 我覺得那些官是沒有保守的 他們保守的程度 嚇死人 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秩序 還有一個我們認為的公義的情 他認為 在這個情的裏面 他自己覺得秩序那麼重要 要秩序 要安寧 要注重個人的私人財產 這些價值對於那些法官來說 是最困擾的 好了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謂你 例如你有一個抗爭 或者你堵路 或者你阻礙經濟發展 擾亂了秩序 這些對於他們來說 當然是不會寬容的包容你 這是正常的不過 要爭取你基本的權利 他都不覺得是很重要的 老實說 有小部分的開明 你看到在一個這麼保守的氛圍下 那些開明的官 都可能已經是沒有得出聲 或者他們已經參加退休 例如說 例如說 包括自今法官 基本上差不多 如果不是 可能有人跟他講兩句 可能他根本已經做到我做了 所以我會見到的就是 大家就不用對那個 在那個司法系統裡面 那些官有什麼情況 但是我又不想 香港很容易就說 他就被共產黨收買了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沒有證據去說這些話 我就不會指控他 那你覺得你上了很多庭 亦都會有很多庭出 是否有公平的審訊 如果在一個程序上來說 我認為都還好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有時候 即是 是不是公平呢 其實是 其實是 一個官而異 或者一個案而異 第一 在那個檢控的時候 老實說 如果在一個政治檢控的時候 為什麼是公平的 拖了這麼久的案 你現在才來告 那很多 譬如有很多 我記得的證據 已經忘記了 你可能說 有很多攝錄機攝著 有很多不同的人 一早就做了筆記 那我不會的 那這個 怎麼會對我公平的審訊 但是對那個官來說 他不會理你 他照樣 他不會因為這樣 去終止這個聆訊 他會認為未去到這個level 未去到一個很離譜的level 雖然是一個保守問題 明顯是一個政治選擇的案件 他都可以繼續被他實用 在這上面 他就不會評論 他就說 那好吧 我寧願相信建制案那一套 我相信檢控那一套 就是說其實沒有去到這麼誇張的 是遲了一點點而已 而我也都接受檢控那個說法 就是說 因為 這個 太多案 所以檢控久了 這是合理的 你說 我們 雨傘運動 2014年的案 他2017年 3年之後才不告你 至少是很離譜的一個案件 還有 他可以用一些翻箱保留 去找一些很久的已經很古老的人 可能在外國 無論在澳洲 或者英國 已經不同意用的這些煽惑罪 他都照樣多來用的 那你說其實根本上 哪有得玩 這個第一是檢控那方面 出現很大的問題 你說法官的話 其實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 就是部分的法官 有時候他們自己 可能根本有既定立場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以為 法官即使他沒有公平的程序 他裡面就沒有什麼 他裡面是一個中立的東西 他裡面是機械 對不起 他是一個人 來的 今天呢 終身法院上映法官出來說 他說 李亞立場 不過他們不要在那裡 顯露出來 尤其是審案那次 其實 反而 反而反過來我覺得 郭偉田 才是 知道你怎麼說 太坦白了 其實法官裡面 我相信 在他們的群組裡面 他們根本就是會討論這些東西 他們就會有他們自己的價值 本人來的 但是他審案的時候 他也不會表露給你看 所以如果聰明一點的法官 他就不表露給你看 但是到他判你的時候 他就一把刀砍下去 但是他有時候 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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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 什麼都有理據 他主死你也有理據 律政司也告訴你 我敢告你也有理據 什麼都有他的說法 你不能跟他爭辯 例如Range 他判贏 一宗案 是六個月至兩年的 如果Range是這樣 他判你兩年 你說什麼 喂 去到上訴庭 他會跟你說 是啊 是過重 不過不是明顯過重 法律上是這樣 真的 他有那些字 高 那些字 這個不是manifestly excessive 所以 你不要回來 就找我了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有一些 開明一點的官 他可能不給半年 如果有一些 是保守的 那些就兩年 你想想 這麼寬的Range 我們很多人 就埋在這個 刀座上 你會不會自稱自己是 所謂叫做政治犯 或者良心犯 我這個問題 其實上次 上次都答過了 對 你再說多次 因為沒有 做人痴呆 或者今次的觀眾 其實這個是看你怎樣去看 那個定義 如果 我本來我根本是無罪之身的 你會告我的 我當然是一個政治犯 譬如舉例說 如果我有一個公安的惡法 它根本是錯的 這個惡法 現在他拿這個惡法來告我 我不是政治犯 我肯定是政治犯 因為我不是應該被告的 所以我覺得 但我不是很介意 不介意自己是甚麼身份 我是一個抗爭者 反而比起 我是一個政治犯 我是一個抗爭者 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認為 這個香港要有多些 有一個這樣的抗爭的意識 的人出來 但我也在這裡 我希望講得清楚 一個我的觀點 就是 因為現在有很多朋友 他們覺得抗爭 就佔據了很多的東西 譬如有些朋友 會提出攬炒 當然現在攬炒這件事 就是很多不同的演繹和說法 但我想抽 最正圖的來說 就是 攬炒這件事 基本上是玉石區法 其實我明白 他們為甚麼會提出這個主張 但我也希望強調一點 就是 我們去做一個抗爭 或者反抗一個政權的時候 我們是不可以 是不去計算 我們自己的成本代價 去 怎麼說 去把我們所有的東西 去丟出來 我覺得 怎樣我們都要去看 局勢是怎樣 或者我們對手 打算怎樣 把他看著我們 如果你明知道 他們有機會在那裏 補你 在街口補你 你已經戒備走了 我會不會站在那裏 被你這樣抓 我不會的 你會不會走的 所以有些人走不了 當然 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去衡量 那個代價成本 如果大家衡量了 而去做一些 你們認為合適的抗爭方式 這個我是會尊重的 但是在一個衡量的過程 我們就要去想清楚 譬如我們 不只是想我們自己 我們可能只要去想 譬如我們對我們家人 我們對我們的伴侶 我們對我們的伴侶 我們對我們的各樣 我們的朋友 因為可能反過來 對他們來說 都會有太多負擔 因為譬如我 那三次的入獄 的經歷 雖然我覺得我自己 在裏面 我就會很正極 而令到我的家人 令到我的伴侶 很安心 但是 的確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是有負擔 有傷害 我自己 譬如昨天 在524 這樣 抓了180個抗爭者 在北角警署 有些不是抗爭者 你說是路過的 路過的 加上路過一些無辜的人 對 但是在北角警署外面 是有很多的家屬 或者是等他們 對 那些家屬其實很狂妄 所以我們做一件事 當然 我的意思不是說 這些是抗爭者 帶給家屬的 絕對不是 任何的傷害 政權是加諸於我們 因為本來我們 應該有點傷害 是吧 誰不想 有繁榮穩定 難道我不想 誰這麼喜歡搞事 誰喜歡坐牢 我不是 我不想這件事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一想 譬如現在你說國安法 要來了 如果現在 有一個 我經常都很想 有一個平台 可以號召多些人 去多些的香港人一起 搞不好 但是這個問題 我們都要想很多事情 譬如現在民陣 證實一點說都不怕 可能有些警察聽都不怕 實聽 你也不怕 他們也有計算過 他們也有計算過 我想這些事情 第一 民陣現在說明 他一定要搞一些 合法的遊行 一定是搞不到 暫時 如果你其他組織的人 出來 或是要去搞 你現在是誰 例如昨天 或是有一個案例 那不是組織 那你說是吧 網上都 人人都在那裏散來散去 全都在那裏散去 然後很多人都被人帶去 我們同時 我們看到民陣的遊行 我們不會這樣 一個男子被他抓 現在我們散散 逐個逐個散散 就增加了他尾部和區散的風險 這是必定的 但如果譬如 好像我們上次 我們找人出來 他會告我們 其實我是想再頂 但問題是再頂的時候 他又再賣 他再告資料 他可以甚至 他覺得你太嚴重 他說是壓你的 是啊 他會不會不讓你 我們要想訪問 我是不是這樣 我是不是這樣 這麼笨蛋 我還要給一個機會 你這樣做自己 所以我還說現在 就要靠阿興姐 靠我出來 再次就靠你幫忙做 多謝你 多謝你 我覺得沒有辦法 作為這個社會 我都會領 要換位 阿興姐 你或是其他民主派 你們是領袖 我相信 不是領袖 就是一個BNO 英國 什麼海外公民匯照 你有沒有必須申報一下 我有BNO 過期的 有人問我 我回去叫我申請 過期不要緊 我回去叫我申請 我再去 你怎麼看這件事 哪件事 我知道很多人 因為我 你也知道 我搞了幾十年 都是爭取 我沒有的 不過我覺得英國佬是抵納的 有責任的 尤其是這兩天的報紙 英國那邊 越警越行 尤其是國會議員 都要出來叫首相要搞 這樣就令香港人更加 期望高了 你自己看 你們社民聯想看這件事 我不敢說社民聯先 因為社民聯想 就著BNO這件事 我們沒有討論過 我們討論過程 我們沒有討論BNO 他倆在那邊談 這個小小小 因為原來我們都沒有打算走 我們留黨鬥爭 不只是想著你們 要想著幾百萬人 你是政黨 我將你的訊息 我帶回去聽 你說一下 你還是怕王老永 怎麼看 王老永本人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 每個香港人在現在的時間 他有壓力 想著走 我是理解的 如果有好一些渠道,令到他可以去英國,去其他國家,去生活,去居住,其實我是歡迎的 因為我沒有理由,每一個人自己確不說真的,他自己是他的主見的 如果他覺得他這個地方生活,他很困苦,他不想在這個地方生活,那他就走了 我也不會去罵那些人說,喂,是不是真的離棄我們 我相信他有他的想法,可能他去到外國,他一樣可以支援我們 知不知我,我不知道,知不知我,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每一個朋友他自己有自己的選擇 那你覺得英國政府有沒有責任? 英國政府,我覺得英國政府最好就是要做多一點功夫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英國政府,還有誰? 全世界,全世界政府,全世界政府是受到中國的強權打壓 不只是英國政府的事,包括歐盟,美國,或者隔離台灣 我都覺得基本上是應該盡量去放鬆多一點的空間 去給香港人,無論去過去也好,或者怎樣也好 支援,我們希望多些國際社會去支援香港人 在這個那麼長的戰戰裡面,可以繼續跟共產黨這個極權去立爭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國際社會就越來越對中共很反應 覺得它很離譜,所以有些他們看到香港 就是在這個和中共對抗的最前線 所以對他們來說,香港的意義大過只有700多萬人的福祉 而是在一個大的圖畫中 所以阿明就說,我也很同意阿明說 我們經常都叫國際社會多點關心 但是如果有市民,BNO搞得怎樣 如果英國健康什麼的,你自己最少都會贊成 你無意見的一定會做 我贊成,不過我這樣做 你會這樣做嗎? 不過我叫你做一些好表 我叫你做好表 我不會 你不做嗎? 我不會 如果大家做,我是OK的 但是我就不會 因為沒有他留在香港 不要緊,這些就是大家 總之留在那一天的刀大家去拿 你說的就算走了,都可以聲援 如果有很多在海外都是聲援 我們今天多謝阿明,多謝你 好,多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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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OK 沒有 搞定,是不是 OK 就拍多了照片 拍多了照片 OK 好 OK,謝謝 慢慢的 好 好 可 好 感谢观看